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荣荣会客厅 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来自兜兜电竞的王翔主任 主任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我是那个兜兜电竞文化研究院的王翔 然后我自己在电竞行业已经18年了 做过选手 然后拿过冠军 然后也这个做过教练 然后也做过培训 可能很多人也上过我的课 那现在呢我是希望把我自己的经验 跟大家能够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也能够助力电竞产业的发展 这是我的个人一个想法 刚才我特别听到您说 一个特别有趣的是 您一开始其实从事的不是这个专业 可以说是一个跨行就业 那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这个交大医学院00级毕业的 然后我是一个学医的 然后我有医学学士学位 然后当时我可能更想做电竞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毕业的那年 机缘巧合代表陕西队 他加了这个CEG 然后我个人的感觉 当年我考上大学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西安交大是一个985的学校 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挺好的 但坦白说 并不是我们高中学习最好的 那我当时的成绩是全省的第一千名左右 前一千名 但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感觉到我自己还是 没有那么努力 没有那么上进 因为很多人都说 没有发挥出来最好的实力 因为年轻人嘛 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但是我第一次触及到自己的极限 就是在电竞的这个运动当中 当时如果输了的话 就没有机会进入下一轮了 我能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在努力的争取 这次生存下去的机会 而那个给我带来的动力 我称之为求生欲吧 它比上进心带来的动力大了无数倍 然后我觉得那如果这项运动能够激发我的潜能 逻辑上它可以激发任何人的潜能 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才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就加入了电竞的行业 那刚才我听到您说的这一番话里 我感受到其实很多选手开始从事电竞是源于热爱 但是您从事电竞开始踏入这个行业 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热爱 而是一种劲儿 它这种劲儿让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然后不断的去推翻以前的各种各样的成绩也好 然后战绩也好 您可以从里面去得到一种可以说难以言说的快乐 是 然后坦白说其实所有人进来 包括我自己进来的时候 确实是因为兴趣好玩 就是一开始是进来 但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从事一个热门游戏 这个热门游戏可能全球有上亿的用户 你要在里面做到第一名 那可能不是兴趣和天赋能支撑得了的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 而且其实高考真的像我们省有几万考生 十几万考生 像我这样考到前一千名 其实家里还蛮高兴的 但是你换个角度 如果这个游戏本身是上亿级的选手 你要在里面拿到第一 因为没有人想得亚军嘛 对吧 没有人知道亚军是怎么走下来 你要想得第一 那你面对的竞争强度会很大 人的意识是由环境决定的 当你在这么大强度的情况下 你不变强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那个生存感和求生欲 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才意识到的 因为当你进入八强之后 你一定想进入四强 当你进入四强的时候 你一定会拼决赛 当你进入决赛的时候 你把前面事情都忘了 你记住只有一点 我要成为最后一个人 我要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 甚至当你得过几次冠军之后 你会产生一个更有趣的想法 我甚至要代表人类最强的人 去挑战那个最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所以有的人对于拿过冠军之后 他想的就是蝉联 蝉联之后想的是三冠 所以他代表了一种 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 也可能是我们坦白说 一些传统的思维里最缺失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学习 我为什么要变强 我为什么要珍惜时间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回答 因为你要生存 因为你要照顾到更多的人 因为你要在这条路上 最后形成自己的修行 知道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你会发现一个人的胜利 可能没有那么有意义 你开始想要为自己的城市奋斗 为自己的省奋斗 当年我就是为陕西省奋斗 最后当然你希望为国家奋斗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 本身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它非常有感召力